現在越來越進步 我們已經改成其他的 比如說水泥 鋼筋 這些東西下去蓋 所以我們鑽窯的部分 這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新鮮了 導覽人員正為來訪的小朋友 解說過去鑽窯的歷史過往 這裡是位在恆春的 新興親自遊樂景點 墾丁樂窯 是由一群在地年輕人 試圖找回過去孩童時期 在鑽窯裡息息的記憶 在團隊成員的喬手與創意下 合理打造了一座 結合生態與人文的遊樂田地 在這裡可以舒服愜意的接觸 大自然 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五六十年歷史的古蹟 原汁原味的鑽窯 原汁原味的鑽窯 一生一定要進來一次的 那它以前其實在恆春當地 它就是一個很有名的鑽窯廠 因為中間三四十年沒有營業了 那我們這邊就是有一群 非常有夢想的年輕人 一起合理打造的 就是為了帶給小朋友一個很棒的 一個夢想的天地 一個親子樂園 園區內最獨特的就是請日本 將師打造的小火車 遊客們可以搭乘它穿梭在斑駁的搖洞內 細細停會過去搖曳的歷史興衰 走累了在這裡歇歇腳 品嘗一杯咖啡不管大人或孩子 這裡絕對是親子的快樂天堂 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小火車 它是由日本的師傅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做打造的 那是用日本電車的遠比例下去做 做設計這樣子 那它其實一台呢 最多可以做到10到15個人 10到15個人 那其實全台灣也唯一只有我們 有這樣子在專窯裡面 設計小火車 然後以後就是帶著小朋友導覽這樣 好 餵他們去呢 這群年輕人要的其實很簡單 他們希望來恆春墾丁的遊客 不只有欣賞山海美景 享受海鮮美食 還有豐富的在地人文 可以讓人停下腳步 感受恆春古城的新風貌 我們不僅是只有原汁原味的古蹟專窯 所以像戶外區我們大約有7000多瓶 所以它的可照性是非常高的 那那邊的話是我們小朋友遊樂的地方 包含我後面這一個旋轉木馬 其實我們的夢想很簡單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帶給 就是推銷恆春的觀光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給恆春當地的小朋友 打造一個夢想的天地 他們秉持對家鄉的認同 破壞一個創業的夢想 逐步地往前邁進 目前原區四營運期間 每週開放週五至週日三天 2月6號初二正式對外營運 今年的寒假就讓您的假期 從踏近墾丁樂遙的耐克開始 品東新聞劉建榮 楊正義 早安報道 早安報道 早安報道